老伴最近走了,等我一人了 一人在家呀? 一人 跟老伴? 老伴找我一人 嘿,怎么一问,老伴都没了 不知道,他怎么爱死 是啊,你说这男同志怎么 男同志怎么 男同志爱死 爱死,是吧? 那哥们儿,哥们儿,我也快了 你这一说,我听着有点 我们下来哭哭 上了多少年半呢? 18年 那你早 我就挺知足的了 对 够了四千多,我就挺知足的了 真是 那会儿挣几十块钱 三十多块钱,能玩命的干 嗯 现在我知足 知足 嗯,不胡子我也够了 哈哈 这您开玩笑 现在吃,吃不了用不了的吧 对 是吧 孩子呢 孩子 几个 两个 两个 那您那个,属于那个计划生育呢 对呀 那会儿就想 那会儿就想 那是啊 真行 啊 响应党的号召 这就是,您现在住几间房啊 这儿啊 住一间平房 跟老伴 老伴最近走了 儿子能跟着您吗 儿子没有 儿子人他们有房 就您一人啊 就我一人 那怎么办啊 吃饭呢 吃饭自个做吧 也能做 买着吃吧 还有 那怎么办啊 别吃饭 别吃饭 人家都自己的事儿 那是 顾不上 对 但我们那三八八 好几十女娃公呢 女的那会儿少啊 哎呦 我们整个事儿也改楼 你这几个楼门 我们管那么一半 是吧 女的管一半 男的管一半 真的 改六十楼 都合并了 嗯 开支都都都上远远的去开去了 哦 开支都给人寄过来 胖了一碗带 我都打到东西上 都是合并了 对对对 朝阳门外呢 我们那总公司 总公司 嗯 学费的人可不容易 是吧 从吃不上到现在有富裕 就不容易了 真的活得不容易了 对了到今天你很幸福 是吧 对 嗯 是 您这这头一摆呢 显着一丝大 其实您年轻 您长得也年轻 六十多岁 六十多岁 一路毛病 小船 我以前装卸工 装卸工啊 我是一桑的 装百货 一桑百货那是 嗯 那吃得修 八百货 三千九百块钱 也不够 高吗 十九十六百块钱 十九十六百块钱 你现在这个呢 孩子呢 孩子一归妮 一归妮 嫁出去了 结婚了 走了 你现在也是一人 跟老伴 老伴早没了 嘿怎么一问 谁都老伴都没了 有点含糊 不敢跟你聊了 是 心脏促死了 孩子 是那谁 有归妮的孩子 你也看着呢 我给他瞪着 他那个离婚了 孩子你说 到那边回头上过来 孩子也大了 现在都十七了 十七了 跟你一块住着呢 跟我一块 九岁 孩子九岁 第二岁 离了婚了我就瞪着 找他的 又结婚了吗 女儿 女儿 女儿结婚了 又结婚了 结婚没多长时间 他没孩子 那也挺好 这头没孩子 这头没孩子 我也不敢 我怕他上不来 这么大了 跟人一堆 对 所以您大爷这也好 我这边过久 真的 高中 高中 上高三的 男孩 男孩 明天也该高考 他一高考我就省心了 那倒是 就这么一个 您这代表也是不容易 小时候反而受罪 受罪 这老了这好 不管有没有 我们国家 到时候给以前 能吃饭 吃什么穿上 对 都挺好的 现在 我养的孩子 我都够 都够 就这一间平房 平房 我这共产党的 不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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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不管怎么着 大家都能吃个饭 我去这份 不行 我小时候那份 都吃不上饭 对 到腾腿你走吗 到腾腿一旦走就走 就走啊 就远远看 到腾腿一样 这两位大妈呢 说话挺敞亮的 在聊天的过程中呢 充满了欢笑 对于生活的现状 很满足 如果有腾腿 也愿意走 今天的视频 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您的点赞 关注 下次再见吧